這邊我們講叫Succesion Succesion Succesion 我們就能翻成消長或者是掩替 Succesion 我這樣聽給你聽了嗎 是沒有 消長 什麼叫消長 消長就是隨著時間序列的推移 然後群體外貌發現變化 就叫消長 群體消長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 這種連續性的漸變過程稱為消長 那我剛剛有沒有講到 我剛剛講的一個字 你看你願意去寫一下 叫做什麼群體外貌的改變 它當然不是偏待人或突然的把它回怪 我們講的是隨著時間序列的推移 然後做發生群體外貌的變化 那現在的問題來了 什麼叫群體外貌 什麼叫群體外貌 我問你好了 假設我去這個地方 你看它全部都是草 你就會把它叫草原 全部都是竹子 會叫竹林 全部都是樹 會叫樹林 會叫森林 那我問你喔 森林裡面只有樹而已 那不可能 有草啊 有寫牌類啊 然後還有動物啊 對不對 竹林跟草原裡面只有竹子跟草而已 也不止 但是你一看它的群體外貌 就是這一切在決定的 所以我們聽到這邊 聽到兩個重點 第一個 會決定群體外貌的物種 我們把它叫做優勢種 叫優勢種 那第二個 你應該聽得出來吧 優勢種通常指的是動物還是植物 對 所以群體外貌通常都是由植物在決定 群體外貌通常是植物在決定 群體外貌通常是植物在決定 動物就生活在其中 好所以我剛剛演繹的定義 我再重講一次喔 隨著時間序列的推移 群體外貌發生變化 對不對 那群體外貌呢 又是優勢種決定的 只有我們剛剛這句話又可以講 再更複雜一點 或者我們要更精準一點 就是隨著時間序列的 可以發生優勢種取代的現象 就叫做囂張 那我跟你講 如果你沒有跟上的話 你現在只要敲兩個東西 第一個叫做群體外貌改變 第二個叫做優勢種取代 有發現嗎 其實你只要抄這幾個字都可能 那如果你夠厲害全部都抄 當然是更好的 所以我再說一次喔 什麼叫小掌 隨著時間序列的推移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可以不用行 群體外貌改變 對不對 那什麼叫群體外貌 群體外貌是優勢種來決定 然後呢 優勢種通常是植物 你有沒有發現就是耳換蠱蠢 所以我們再回到小掌的定義 隨著時間序列的推移 群體外貌發生變化 什麼叫群體外貌發生變化 就是優勢種取代的現象 什麼叫優勢種取代 想像一個地方火箭爆發 岩漿流出來 山崩地裂 裡面的石頭露出來 岩漿流出來之後 有一段時間 基於複雜原因 反正它就溫度下降 就變成石頭了 對不對 山崩 非常嚴重的山崩 裡面的石頭露出來 沒有植物的根長到裡面過 所以我剛剛講的 山崩大規模的山崩露出來 滷肉的岩石 還有岩漿冷卻之後 新生成的岩石 是不是都從來沒有過捨木 那這個時候呢 假設這個環境持續下去 然後呢 風吹或者是動物帶 是不是有一些食物的種子 會被帶過來 那如果樹的種子來了 它開始蒙發 草的種子來開始蒙發 潛胎類的種子來 潛胎類的種子來 潛胎類不是種子 反正其實是開始蒙發 但是你想想看 樹跟草的種子 它是不是就開始啊 什麼蠔蠔種皮啊 停機子葉啊 那這個地方 你就是石頭 那你要怎麼抓住石頭 抓不住 然後你又停起來 風吹吹人就被帶走了 所以這個環境就有適合隱藏 對不對 結果剛好來了一種神秘的生物 我們剛剛有講 叫做第一 因為它是蒙菌跟草類的共生 那蒙菌它會有很細的 很小的菌絲 可以抓住岩石 凹凸不平的表面 甚至它可以伸到縫隙當中 抓住 然後再分泌酸的成分把它給弄掉 弄破 弄碎 所以第一是不是就開始長 對不對 所以石頭上面就長第一 石頭上面不可能長出樹來 那我講是很大的石頭 要講說小小的石頭 然後被樹跑住 那它不可能長出樹來 所以不要以為是樹的蟲子沒有過來 樹的蟲子有過來 其實這邊不適合它長 然後接下來呢 第一就一直在這邊長 三年五年 十年 三十年五十年 一百年過去了 慢慢的 堪努力是不是會把石頭 慢慢的就把它給處理掉 然後接下來風 帶過來的風沙 有可能會被它扣住 所以呢就開始有了 比較厚的土壤層 這個時候呢 險胎類的包子掉過來 可能就可以長 結果險胎類的一長之後 哇 它長得比較高 第一很天 結果這時候 陽光是不是被險胎類占去了 就算第一還在 可是你這時候一去看 你可能看不到第一 你看到都是險胎 這時候優勢種 就從第一變成險胎 這樣OK喔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你如果再去等它 因為險胎在長 土壤層越來越厚 所以接下來早就長 早一長之後 長得又比險胎還要高 然後險胎就快下陣 雖然還有 可是不在優勢 然後接下來樹再來 你就會搭建這個地方的幾萬號 就會從第一變成血胎 變成草 最後變成樹 然後就是森林 這就叫肖長 這樣OK喔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的話 當然它很花時間 那陸地上的肖長 大家都往森林的方向前進 問題是走不走得到森林 不一定 大家知不知道森林 是一種很花水的環境 樹是一種很花水的生物 它會從土裡面一直把水吸上來 所以這個你們是地理 還是什麼科就學過 如果它這邊的雨量不行的話 它就會停在草原 它沒辦法變成森林 這個大家知道嗎 對不對 所以其實它會有這個方向 但是它會停在哪裡 我們不知道 由以上的敘述可知 群集的消長 通常是長時間連續性的漸變 變化中不易花分出明顯的界線 對不對 那當然先來的這個群集 我們就叫做pioneer 就叫做先驅群集 首先出現的叫做先驅者 那它構成的群集就是先驅群集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後來是過度群集 然後到最後長時間連續穩定的狀態 就叫climax 聽過這個詞嗎 就叫巔峰群集 OK喔 那它一開始 這個地方就有生物 還是一開始就沒有生物 這個就有差別 如果這個地方一開始都沒有生物 回到我剛剛指的例子 山峰之後裸肉大塊的岩石 冷卻的岩漿 這個是很經典的 從沒有生物的地方開始 這就是primary suspicion 初級消長 如果這個地方曾經有過生物 它因為天災人禍的關係 然後呢 被毀壞了 它就被我一小小早期 這就叫secondary suspicion 刺激消長 這樣OK喔 一般來說我剛舉的例子很好懂 但是有時候初級消長跟次級消長 沒那麼容易判斷 你覺得淤積的湖火 是初級還是次級消長 火燒過後的當然是次級消長 人類開粉或荒廢的 當然也是次級消長 山峰地裂之後的 只要不要規模太大 都是次級消長 但是淤積這個很難講 一般來說可能是次級消長 但是有一些極端的例子 會非常多的初級消長 這個很難講 你覺得初級跟次級 哪一個會先上巔峰 次級嗎 對不對 它不用從業績 所以簡單來講 消長剛剛在這邊嘴 那我們剛剛已經把故事講完 我們很快地歸納一下 消長的哪些特性 第一個特性 它是緩慢漸進的連續過程 第二個特性的話 消長它是directional 它是有方向性的 我剛剛有沒有跟大家說 它就是朝著身體前進 對不對 它是有方向性的 所以第一個是長時間 然後緩慢 好 就讓它花時間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directional 我這樣念英文白音準 還有電動呢 directional 有方向性的 那有方向性的話呢 所以它的結果就是 predictable predictable 就是可預測的 什麼叫做有方向性 有可預測 其實我剛剛講過答案 大家知道為什麼 對 因為我們往森林這個方向前進 可是我可不可以走到森林 不知道 要看這邊的地理氣候 所以你看它的地理氣候 你就知道 它會停在哪一個狀態 這個沒錯吧 我們一起學過 所以這叫directional and predictable 然後接下來還有它是 irreversible irreversible 就是不可逆的 不可逆的 irreversible 不可逆的 什麼叫不可逆 它一定是 這個第一 簡胎 草 樹 它不可能樹 突然變成草 然後變成簡胎 又有一個第一 懂我的意思嗎 但是我們剛才會跟大家講 可是你不是說有刺激消長嗎 已經長成森林了 然後火災 對不對 身體大火 它是不是又對我又從草開始上 你覺得這個叫不叫做reversible 這個叫不叫做reversible 這個不算 這個是受到擾動之後 退回消長早期 懂什麼意思嗎 這個不叫做肯定 因為它退過來之後 還是會往睡著走 退過來之後 會往睡著走 不管它退到多元 它都還是往睡著走 這樣子 所以消長它其實會受到偏單冷獲的感傷 它會退回消長早期 可是它依然是 perventional reversible and irreversible irreversible 好 所以大概是這樣 好 好 我們剛剛做過了 沒有攝影機 旅快來一起旅客 還是沒有 有攝影機才旅快 沒有攝影機 我的媽媽 好 不管了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剛剛跟大家講 這個 隨著時間序列 可以發生優勢種取代的現象 我們就稱為消長 那請記得 取代了之後 前一個優勢種還在 它其實不在優勢了 對不對 例如說 我現在是森林了 可是呢 前面的第一 顯牌草 其實都還在 只是它不在優勢了 那什麼叫優勢 決定取極外貌 就是優勢種 好 所以簡單來講 你一去看是什麼 那個就是優勢種 它就會決定取極外貌 然後我們動物都生活在其中 所以動物就生活在 有植物見過出來的群集當中 然後接下來 我們就會看到 如通 如通我們剛剛下課前講到 那這時候 山峰露出來大罐岩石 從來沒有過生物 岩漿冷卻 形成新的岩石 從來沒有過生物 那它會先什麼來長 所以先來長就是Pioneer 先來長就是先峰 就是先曲折 那 它一開始會有很簡單的 小屋群集 它可能只有少少的植物 跟少少的動物 那我們就把這個叫做先曲群集 或叫做先峰群集 然後接下來的話 在陸地上 大家都往森林的路上走 就是會經過我剛剛下課前講的那個過程 它會是第一 第一顯胎草 那當然草的過程當中 我基本是群類 然後接下來高的草 冠蟲跟樹 它會有一個很明顯的這種過程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的話呢 大家都往森林的路上走 所以森林是最後的極致 那叫climax 那個叫巔峰群集 或者叫做吉下 那當然發展到巔峰群集 但是它走不走得到森林 就要看地理氣候的瞭解 對不對 就大家以前在地理還是在什麼科學過嗎 這個地方如果雨量不夠的話 它就沒辦法吃森林 它會停在什麼 會停在草原 對不對 因為樹是很花水的植物 樹是一種很花水的生物 所以其實這地方的話 你會覺得它的緯度啊 溫度啊 什麼都很OK 可是只要降雨量不夠 那它就沒有辦法吃森林 在高山上也是一樣 在高山上也是一樣 所以其實森林的分布是很有限制的 因此在不管是一台什麼地方 你都可以感覺 它就是有一個要往森林消長的這個方向 但是它不見得走得到 那它就算沒走到也沒有關係 如果我這一邊的地理氣候的條件 讓我提在草原 那我只要長時間相對穩定 沒有再明顯的優勢種取幹 我就是電風取緝了 懂我的意思嗎 不一定要是森林 但是電風取緝 我只要長時間穩定 就已經是電風取緝了 然後能在中間的就叫過渡的取緝 所以最前面是 還有你也是先鋒 然後最後面是吉祥 然後中間就是過渡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的話 它其實是花時間的 就像我們剛剛說 它是隨著時間序列也退移 然後是慢慢改變的 那它這個地方 從來沒有過生物的 它可能是從第一開始 那這個就叫做primary succession 叫初級小長 那這個地方如果曾經有過生物 那它因為這個天災人禍啊 然後它就 例如說森林活在啊 或者是台風土石流啊 然後它原本的氣地被破壞 原本的氣地被破壞 原本的生物死掉 那接下來它又再慢慢的漲 例如說我們生物被破壞 之後再漲回來的次正理 那麼這一種 我們就會把它叫做secondary succession 就叫次級小長 那我想這個大家應該很好懂 初級小長比較花時間嘛 對不對 次級小長比較快 而且初級小長的這個先驅者 通常的是誰 通常是第一先代 對不對 那次級小長通常一開始就漲草了 因為次級小長通常都已經是有突然 那一般來說 我們說初級小長跟次級小長很好辨認 可是有一些例外很麻煩 例如說淤積的湖泊 算初級還是算次級 其實有一點點麻煩 有一些例子有人說它是初級 有些例子有人說它是次級 這個就很討厭了 不過它的概念是 這邊是曾經有生物的 或者是從來沒有過生物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把小長攪拌了 所以我們簡單的歸納一下 小長它有哪一些特性 那首先第一個特性 就是它是長時間緩慢接近的變化 所以你看要不要寫 因為這個很簡單 就是它要花時間 它是要花時間 然後接下來呢 第二個重點的話 就是它是有方向性的 例如說它是第一顯代常數 它是有這個方向 所以它是the rational the rational 它是有方向性的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它是結果可預期的 我們只要知道這裡的維度 這裡的雨量 這裡的溫度 這裡的一些環境因子 跟希望的狀況 我們就會知道它應該會停在哪 所以結算 所以它是predictable predictable predictable 就是可預測的 所以它是長時間的 有方向性的 可預測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 urreversible 不可逆的 urreversible 不可逆的 也就是說它一定會是第一 遇 顯胎 嘲 它不可能 嘲 又變回顯胎 又變回第一 有動物的意思嗎 但是這個不要搞錯了 我剛剛有跟大家講過 天災人禍會把它毀壞 對不對 它又毀到小角早期 所以它是被毀壞之後 毀到小角早期 並不表示它是你一直走 因為它毀到小角早期之後 它是會沿這個方向 又會一直循循著 然後接下來 長時間穩定 叫電風曲奇 電風曲奇 一般來說應該是 它們的生物量最大生物 都要吸引最高 然後呢 能量的這個 能量跟物質的輸入跟輸出 都是在一個很順暢的狀態 那這就是電風群奇 它可以維持長時間的穩定 所以 以上是跟大家講到的 CCESSION 所以從這來看 我們就會看到 很多族群在一起 就是個群奇 群奇會有 隨著時間區列的推移 有一種群奇結構的改變 那這種群奇結構的改變 就藉由 優勢種取代的現象 來明顯地展現在我們眼前 我們就把它稱為囂張 它中間有很多複雜的過程 但是總的來看 如果我們剛剛講的那幾個重點 它是 predactional predictable and irreversible 就是 有方向性的 然後呢 這個 可預測的 然後不可逆 簡單來講 大概是有正義的特徵 那接下來我們就看到 對 它被破壞之後 它有可能會再回復 可是要花很多時間 而且它復原的跟原本的 不見得會是一樣的 會有一點點差別 那生理可能還是生理 可是呢 當然不可能是原本的個體 或許也不會是原本的族群 所以其實 擾動是麻煩的 不過有時候 有一些擾動是天然的擾動 例如說 有一些地方 它就是感慨 就會有自發性的森林大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天然的 那就麻煩在 那家裡要不要介入 一般來說是會介入 特別是如果 對人的身家的性命財產 有威脅的話 一般來說是會介入 可是有時候 自發性的森林不在 就是它自己生物 它自己環境一種 好像是更新的故事 好